六驾马车五顶四篮 牧主人难道竟然是天子 神秘古国历史上从未记载 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弄虚作假 考古学家发现一座西州的大墓 看似普通实则疑点重重 一是马古凌乱错位 二是有一句身份不明的人骨 经过考证专家确定是因为活葬引发的 活葬并不稀奇 稀奇的则是牧主人的身份 尽管三千年已经过去了 官国已经完全腐烂的 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从轮廓判断出 这座墓的大致结构 儒家庄一号墓葬墓师 分为甲乙两个果实 分别埋葬着一个人 经过商议决定 专家先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乙果实 牧主人的尸骨已经变成了坟墓 几乎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效的信息 不过专家并没有放弃 他们从陪葬品青铜短剑进行分析 初步判断牧主人 应该是一个男性 随后专家又将注意力放在了乙果实上 同样牧主人的尸骨已经没有研究价值了 但是专家却发现 在整理乙骨的时候 牧主人身前穿的丝绸居然还有一些 没有腐烂的地方粘在泥土里 而服饰刺绣的针脚都还可以清晰可见 通过分析 专家确定 甲果实埋的应该是一位西州的女性 专家的第一反应是 这座墓应该是一座西州的夫妻合葬墓 不过要真正确定他们的身份 还要从发现的陪葬品开始说起 在牧室中 总共发现了青铜锂器 兵器 玉石 陶器 总共有1500多件 其中不少青铜器已经腐蚀 但是专家们还是在铜器内壁上 看到了一行文字 根据古代的殉葬来说 第一个字应该是牧主人的姓氏 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但是专家们在兴奋之余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认得 镇国时候的文字了 虽然不能确定具体是什么字 但是根据推测 专家还是有了新发现 这个字的主体是鱼 旁边从工从鱼 所以应该是发鱼声 名文中有鱼博作戚 或者鱼博作其他贵族作戚 所以大概可以确定 这个墓应该就是鱼博夫妻的墓 而根据女主人墓葬里出土的陪葬品 专家判断 她应该是姓妮 就在大家都已经断定 这对夫妻在生前非常恩爱 死后也不愿意分离 这才一起埋在这座夫妻合葬墓里的 专家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 这座墓有古怪 在主墓室内 夹以果室一大一小并排安置 口言平起 果室上层的夯土土层清晰 没有任何搅乱的现象 这就不对劲了 因为夯土如果有被破坏的痕迹 那么就说明女方是晚于于伯 二次下葬 反之就说明她们是夫妻同时入葬 而现在墓室的情况就证明了 于伯夫妇应该是同时死亡的 而这明显不符合逻辑 两个人就算是再恩爱 那也不可能会同时死亡 同时下葬 所以更大的可能是 于伯的妻子尼氏 是陪死殉葬 这也不对啊 如果尼氏是殉奴 那西州时期还是奴隶社会 一个奴隶怎么可能和主人一样 享有单独的墓穴 还有一大批陪葬品呢 但是如果尼氏是于伯的正妻 那更不可能被殉葬 怎么看这么矛盾 那么到底这个尼氏 背后有什么秘密呢 根据陪葬品专家确定了 这座墓的主人叫做于伯 女主人则姓尼 但是这位尼氏和于伯的关系 却是说不清道不明 然而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专家又发现了古怪 原来专家在情理一号墓周边的时候 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墓群 专家将其称为是儒家庄二号墓 经过测量发现 这个二号墓已经侵占了一号墓的墓室边缘 这就可以说明 二号墓的建造时期要比一号墓晚 一个地方发现几个墓葬并不奇怪 真正奇怪的是 二号墓背后的故事 和一号墓一样 二号墓也是形质比较高的墓 在对其进行挖掘的过程中 从墓里供出土 可有名闻的青铜器实现 而这些青铜器上面 无一都刻着一行字 于伯为景气作气 由此不难得出 这景气就是二号墓的主人 从青铜器的数量和工艺判断 这个景气身份极为显赫 是周公的后裔 姓景伯和景叔都是他的族人 这两位可了不得 他们从西周中西开始 就在辅佐周天子处理政事 算得上是位高权重的权臣 而这个景气应该就是景家的女儿 所以按景气的身份推算 他应该是渔博的政妻 所以一号墓里的尼氏 只可能是渔博的小妻 将他葬在渔博身边 应该就是活人殉葬最好的体现 墓主人的姓名总算是揭开了 不过他们到底有什么高贵的身份呢 在场的考古人员都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 墓室里不仅有车马坑还有墓道 那妥妥是贵族的墓质啊 随着清理工作进入尾声 整座大墓都展现在了考古人员的面前 南北长5.2米 东西宽8.48米 南面有一条斜坡墓道 在清理到车马坑的时候 专家看到了不少零碎的马骨 虽然已经不完整 但是专家还是推算出 当时陪葬的共有6匹马 得到这个准确的数字后 所有人的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按照古代墓葬制度来看 天子下6 也就是说天子是乘坐6匹马的 那就说明了这位渔伯 很有可能不只是一个贵族 很有可能是一国之君 再往下推测 伯是古代贵族的称号 而这个渔伯 极有可能性于 绝位为伯 而从尼性机器的墓葬中 专家还找到了五顶四轨的青铜器 由此大致可以确定这个渔伯 是关西中部的一个异性的国王 由此这个渔伯所在的国家 应该就是渔国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 专家查阅了所有历史文献 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做渔国的国家 难道这是一个被历史 所遗忘的国度吗 一次考古的意外发现 让一个陌生的国度 出现在了专家的面前 这个渔国到底是历史上遗漏的古国 还是考古人员出现误判了呢 专家一开始想的是 要是能够找到渔伯家的墓葬群 那就可以说明渔国的存在了 于是乎 专家赶紧组成小分队 缤分三路 开始找寻渔国的墓葬 然而考古人员走遍了西州的遗址 都没有发现任何渔国的信息 难道这个渔国 真的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吗 就在专家们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时 1976年的一天 希望出现了 在竹园沟村的一片土地上 农民在劳作的过程中 发现了土里好像有什么异物 村民扒开土块 想要看看究竟 没想到是一个黑幽幽的洞口 用手电筒打光看上去 里面似乎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器物 考古人员在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在进行抢救性挖掘后 还真有了让人重燃希望的发现 从出土的陪葬品中 我们可以知道牧处人叫做渔记 年代大概在昭王年代 也就是西周晚期的时候 而且细细观察这些牧葬品 竟然和渔博墓里的东西 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一场暴雨 又让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宝基竹园沟儒家庄的墓地附近 另一个叫做植坊头的地方 一个村民家后山的窑洞被大雨冲刷后完全塌陷 而里面竟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器形庞大 制作精美 只可能出现在高等贵族的墓葬里 而且这些青铜器上都刻着一行字 渔博作气 这就更加确定了渔博的存在 我们现在可以来综合分析一下了 后面发现的墓葬在植坊头 而前者发现的墓葬则退到了渔水南岸 大约在西周康昭时期 竹岩沟发现的墓葬时期则更早 相比另外两个墓 竹岩沟墓好像有颓败的迹象 而且整体的位置也在往南偏移 由此一条渔博国家演变的历史线 逐渐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 但是渔博的具体细节信息 我们还是不知晓 专家决定不忘初心 回到第一个墓葬重新梳理细节 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在经历儒家庄墓地的时候 专家发现了一个 从头到尾都忽略的小细节 在二层的台地上 埋藏着一些花岗岩的石块 这些石块有一些埋藏在墓周围 一些垫在墓主人的尸体下方 大小不一 而且没有经过后期加工 均采取于青江河 专家判断 这应该是当地的一种特色习俗 而根据历史记载来看 埋石块并不是周国的习俗 当然从这些还不能直接推出 这就是渔国特有的传统 不过专家在复盘找到的陪葬品时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相似点 那就是陪葬的陶记 和历史早期巴蜀地区的 蜀人遗址留下的文物 非常的相似 这就可以得出 这个渔国应该是从秦岭以南 越过秦岭 再到达秦岭的北路 到了现在的宝鸡市 这样也就说得通 墓葬的来源了 不过随着历史的更迭 渔国应该是被其他国家消灭了 应该是小国 所以史料也没有留下过多的笔墨 看完这段视频 大家对于历史上毫无记载的渔国 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